好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昨天我们有找我的老同事 阿松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买了翠鱼金送给母亲 因为他是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那么在台湾好多年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回去探望母亲 那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 我就谢谢他来上节目 可是昨天的晚上 我看到了他的脸书上面的文章 真的让我觉得 我昨天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抱抱他 就拥抱他一下 他在下了节目之后 他在脸书上就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说疫情三年有家归不得 常常跟丽琴通话 丽琴就是他的母亲 因为他写作的方式就是丽琴是他的母亲 所以除了阿松很有名之外 那个丽琴也很有名 他说他很常常跟丽琴通电话 那直到他双脚无力 然后肿胀跟紧缩 所以让他在椅子上要站立起来的时候 要耗费一些时间 那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年纪大了 退化性的一个关节炎 后来是哥哥 那么带着妈妈去做身体的检查 才知道有一些这个低血纳的问题 倦怠无力 那有一次他们就视讯 他们常常视讯 他说看到丽琴瘦弱的程度 让他非常的心惊 可是疫情三年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回去 那当然解封之后他回去了 他就说丽琴成为我心中的痛与恐惧 他常常跟自己说 我好害怕 对于母亲的问题 不能提 不能讲 不能碰 因为就是很担心 然后他写了 他说 我害怕赚钱的速度 赶不及力情的老化 我害怕 我不能为他多做一点什么 我害怕 我最害怕的事 其他最害怕的就是 母亲身体的一个崩坏 他觉得 这个 他赚钱的速度 好像就来不及 这个照顾母亲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就讲说 老东家中广流行网的前辈 孕芬姐 其实他不用强调 我是他的多大的前辈 我们私下其实蛮好的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去年有团购 这个我们的淬衣金送给妈妈 我说你愿不愿意来分享 所以昨天他有到我们节目分享 那他只是为人子 通常都是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孩子 那我觉得他照顾自己的母亲 那么应该让大家知道 要把健康跟爱送给我们最关心的人 所以我就决定叫他来上节目 然后上节目他有分享说 他每天都跟妈妈通电话 他就会问妈妈说 妈妈你有没有喝脆鱼筋 因为他讲鱼汤了 所以昨天下了节目 他还跟丽琴通电话 丽琴还叫他 仔仔有没有好一点啊 就他也说 妈你有没有喝鱼汤 我每天喝啊 其实我在旁边听了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了 那我觉得目前看到 他的妈妈身体的状况 有越来越好 当然也要做腹剑 但是呢 至少让他能够吃下东西 所以昨天请他来上节目 再加上今天看到 昨天晚上看到他的脸书的一个发文 觉得很感动 所以一年只有这一次的时间 大家如果要照顾自己 或者照顾家人的话 那我想趁现在可以买这个60入的脆鱼筋 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2500-5563 02-2500-5563 昨天有很多人问我说 那我要试喝啊 我都已经帮你们试喝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觉得说 哎你可能会有状况 那你就不要买那么多 你可以买10包 10包你自己喝 如果啦 万一真的不幸 你就觉得你不太适应 那你就把它入菜 你把它蒸蛋 你把它炒面 然后你加到汤里面去 我觉得都很有营养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添加 它就是两条湿木鱼 所以我想 大家对于照顾自己家人 很重要 就是要喝很健康东西 不要等到你自己健康不好 再来弥补都来不及了 那当然还有很多人问 我这个湿木鱼的问题 那我就把它贴在粉丝团 因为有营养师 黄淑慧老师 这我非常信任的黄淑慧老师 他自己是癌症基金会的董事 他也是一个 非常有良知的营养师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他也为我们说 这个没有饺的 这个氨基酸比较好 那他有一篇影片 我请费用把它贴在 我们的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有空就去看一看 我也不占我们节目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如果对于退金 这个团购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打我们中广的美少女电话 02-2500-5563 好 今天我们会请到赖方玉 这个大家很喜欢的小玉律师 跟大家来分享 他跟他老公出国去玩了 有人讲说夫妻出门 一定吵架的 所以我想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那个小玉律师 有没有跟他先生吵架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 财经消费的新闻了 好 我们有刚刚把这个 营养师黄淑慧 那么淑慧老师的影片 贴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 那大家如果大约有空的话 可以看一看 就是为什么他觉得 鱼类是完胜所有油脚 不管是四只脚两只脚的一个 这个蛋白质 主要是因为有氨基酸 那淑慧老师 长期在癌症基金会当董事 他自己也是非常知名的营养师 所以听医生的话 听这个营养师的话就对了 所以有空的话 那么看一下这个影片 那我想这影片 其实非常的知识性 那我常常也看这些影片 让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补充到真正的一个营养 好 这个讯息都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同步可以看到 我们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那待会我们就会跟 这个小玉律师谈一谈 就是旅行当中 怎么样来看夫妻的关系 或者是怎么样修护 夫妻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有看到在英国 那么英国有一个女子呢 她办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婚礼 这什么叫属于自己的婚礼 就是这场婚礼呢 有新娘 有宾客 但就没有新郎 就是新娘把自己就 把自己嫁出去了 但嫁给谁呢 嫁给幸福 所以很多的女生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梦想 会碰到真命天子 这位女性也是 她说她在年轻的时候 她也很希望嫁给一个真命天子 然后生一群孩子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的一个推移 她年纪也大了 然后她也没有找到她的梦中情人 她还是想帮自己办一个婚礼 穿上一个白纱 然后她的朋友也说很好啊 你可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 她当然就邀请了她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见证一下 就是把自己嫁给自己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爱 而且非常独立的行为 她也得到好朋友的一个祝福了 好待会还是要提醒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这个小玉律师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旅行中吵架呢 这还是我蛮好奇的一点呢 因为说实在的 夫妻啊 其实男女都是一样 不太对频的 这个频率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如果有一句话 这个一不对点了 然后就会吵起架来了 这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特别在旅行的时候 那如果有点不愉快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好不容易安排的一个行程就泡汤了 你就会生气了 所以其实根据过去很多人的一个经验 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好像不太好玩 但我觉得小玉律师跟这个她老公 或者很多人 其实每一个夫妻相处的模式都不太一样的 那怎么样来看清楚一段关系 或者是在旅行当中修复关系 这都可以做到的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好这个天气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今天的水气其实比昨天再少一点 那当然了 大台北东部会有局部的一个云量 而且会有短暂的一个下雨 那现在看起来 天气大概都会有转这个转好的一个机会 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不过说实在的 我觉得现在早晚都会觉得比较凉一点了 你现在大概穿短袖 你就觉得有点冷了 你大概要穿一点这个有袖子 或者是长袖的衣服了 那特别是有一些地区会有一些辐射的冷却 也就是说在郊区低温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也要留意一下衣服的一个增减了 好另外就是这个投资诈骗 这个陈琴案冲了五年的新高 五年的新高 这今晚会有公布了 民众陈琴的投资诈骗 年增率是8.3 但也创了五年的同期新高 但我知道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黑数的 黑数就是算了 我知道被骗了就算了 讲了万一家人知道怎么办 朋友知道怎么办 丢脸丢死了 那这个投资诈骗真的很多 昨天我还接到一个更离谱的 就是有我了 有陈文倩 我忘了还有谁 他就说我夏云芬会带你去参观 这个我的操盘室 陈文倩小姐会带大家领取投资新法 总之还有五六个人 然后就告诉你说 投资获利 公益 这个捐献 还有名人合影 就在东方文华 这都是骗人骗人骗人的 你去尝尝看 聚集了这么多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那骗人的 我都不晓得说问大家要相信陈文倩会给你投资新法 我会带你参观 操盘室 所以请大家要小心一点 那当然今天的报章杂志 当然 报纸 报纸 也有透视大片什么论坛 看一看我都会觉得说 其实 办这种论坛 你都找一些什么银行局长 金管会长 什么行政院 怎么长官啊 你长这些大长官的 你就会觉得说 他们讲都会说 我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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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应该找找一般人 他是怎么被骗的 不是直接大官 然后说我有做 我有做 我有成功诅试诈 就像今天我碰到杜金龙 这个 这个我们的过去的好朋友 一路来都都认识很久了 他也是不断的 在被诈骗集团盗用 他成立LINE什么的 他说他烦死了 他说有一天 他忍不住 他去报案了 那报案之后呢 那警察说没办法 人家只是盗用你的照片 盗用你的文章 对不对 那只是盗用而已 那真没办法 是真的没办法吗 就真的有在动员吗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只能提醒大家 真的 如果叫你什么有简讯 叫你LINE 叫你去买股票的 你都不要相信了 什么名人在一起 什么做公益 都不要相信了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台股今天表现的 其实还蛮不错的 当然今天有大新闻了 刚刚还来不及 跟大家讲这个新闻 就是整个苹果 苹果一个拉货的一个效应 上市柜个公司的营收 都还蛮不错的 那另外呢 又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国安基金 那么第三季呢 再卖了百亿的持股了 这个绩效看起来 它已经出脱了六成的股票 可是不是要选取了吗 那么今天的盘面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解读 后说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就要连线的是 万宝投顾的执行长 赖建成 赖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原本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 那我们今天盘面 要做怎么样的观察 越靠近那个选举 第四季 大家其实越兴奋 大家都期待 有所谓的选举行情 应该有吧 目前看起来是有啦 但是呢 真正的原因 还在国际上 因为变数最多的 还是在国际的因素 总不能我们自己的钱 一直买 外资一直到吧 这个情况 如果说国际情势 不是那么明朗 或者是有些新的战事 各方面的延宕呢 可能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包括了通膨 包括了资金的移走 我想今天能够讲呢 应该说最近呢 就是以它之间的战争 让大家有些避险的需求 先跑去哪里 跑去美国的债势 那殖利率往下掉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看到的股市就出现拉升 而且呢 大家也担心呢 中东战火如果说扩大 通膨的压力变大的话 这个大家也会比较担心一点 不过目前看起来呢 好事就是说油价只涨到那么一天 后来油价这几天都跌了 所以呢 只要不扩大 我讲的扩大是 毕竟以色列 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哈马斯这附近呢 也没有产油嘛 产油国不在他们身上 如果说过急到产油国 变成有对垒的话 那个对油价的影响性就很大了 所以呢 这几天油价的跌呢 就让股市呢 稍微出现反弹 而且呢 美元指数呢 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亚股呢 普遍都出现一个弹生 尤其是最近最强的是谁 日本股市 对对 日本股市涨得很凶猛 那台北股市 我看只有你在看日本股市吧 谁在看日本股市 我们都要看啦 全球股市的每个地方 连东东股市有时候都要看啦 对啊 日本股市 你看今天又大涨 它也站上了季线 那台北股市 当然昨天比较可惜 因为只拉一些权重股 AI股就被杀了嘛 因为黄仁勋没办法去以色列啊 大家就炮火 转向在AI股身上 那今天呢 台积电继续稳 那AI股全面反弹 所以呢 大盘指数才能够越过季线 这个还蛮重要的 季线能够重新站回去呢 靠的是这些重要的人气股来做带动 还有呢 也不是只有电子 我们看今天的汽车 电线电缆 生技 塑胶 水泥 航运类股 也都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涨幅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 大盘呢 轮流在跌升的族群里面 来开始做反攻 今天尾盘有进一步的拉升 今天总共涨153点 跟昨天差不多 收在16825 这个 我想这个很有效的站稳 在季线之上 成交量虽然没有 昨天多也接近3000亿了啦 所以呢 一根红K棒把季线给突破站上去 而且季线今天变成箭头是往上的了 等于说 现在所有的军线的箭头都往上 只要国际上不要太多新的利空的话 当然你说 一回到刚刚运分问的 有没有选举行情 其实下一就在开炮了 这个机会就存在 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应该是就拉全职股 我是看到今天台积电 它站上季线是一个指标 是一个意义的宣示 对 我想季线 当然如果刚好碰到 我是用65天的军线 60天已经过去了 那来到这边呢 能不能去攻 因为之前台积电是比大盘还要弱 它有破敌 所以呢 最近还以台湾这边来了 确实呢 如果要站上去 这个对整个盘式的信心稳定度 会有更大的帮助 但是不能每天都涨台积电 那如果是每天涨台积电 我说实在指数拉得很快 但是呢 对很多的其他的业绩股 可能就没有办法拉抬 我觉得啦 有先整理过的一些族群 不管是不是AI的族群 很多的原物料的族群也好 或者是呢 电子的零组件 包括了IC设计 包括了这个PCB的族群 甚至叫被动元件 今天都很强 还有呢 记忆体的部分 这些都是焦点 你看我举个例子 今天记忆体 张亚哥昨天不公布第三季 财报亏钱吗 亏损扩大 但是今天开地之后 尾盘是翻红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上涨的 可以看得出来说 最坏的情况 好像都已经过去了 记忆体的价格在涨 所以呢 现在都在反映什么 明年啦 很多的族群 类股都在反映明年 当然第三季台报很重要 没错 但是明年的展望性呢 毕竟现在十月份了嘛 今天只剩不到三个月就结束了 那明年的展望性 可能就更加重要 那另外就是说 除了有这个明年展望之外 刚刚有一个新闻 就是国安基金嘛 他第三季在卖 大概一百亿的一个取股了嘛 那有人说 他都已经卖了六成了 他的绩效看起来 是还不错 还不错啦 对还不错 但是他在卖啊 那不用护一下嘛 国安基金之前就退场了 他退场之后 他当然他针对他的事故 他要处理掉 所以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些程序 我觉得 他也在不影响市场的情况之下 冯高就是偷偷的丢了一点 丢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过去一项的机制啊 但是国安基金早就退场掉了嘛 那现在说 政府基金就是四大基金这一块 我们可能平常也看不到 但是当然大盘涨上去 光谷巡商就在卖嘛 他就是来来回 他等于说稳盘的效果 但是呢 可以看出来 冯高有调节 那未来子弹更多啊 你换个角度想 万一国际战口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子弹那么充足 整个行情呢 就不用太过悲观了 你都好正向观察 当然我们要相信政府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我看他以后 你还要继续卖 那你卖的时机点就很重要了 对对 但其实金额也不大啦 之前互盘的金额 我说是在也很小 对也不大 外资自营战口 一天的金额都比较大 所以呢 我会觉得影响程度没那么大 重点是哪里 国际上我刚才讲过几个 包括了油价 美元指数 美债殖利率 这个另外呢 当然战事的部分 会不会扩大是一个影响 还有一个很重要 台币 这些呢 我们去观察 对股市正向的发展的话 我想对台股 你就不用那么悲观 但是相反的 一旦呢 有负面的情绪出现 你说美元飙涨 美债殖利率飙涨 恐慌气氛增加 那对台股的杀伤性就很大 尤其是外资 就会大局的卖潮 了解了解 好 非常谢谢指引长 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加权股价指数已经收盘了 收在16825.91点 大涨153.88点 那么成交金额呢 是2965.72亿元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请到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玉律师 他最近才刚从西班牙玩回来 对 你看我脑穿着西班牙的衣服回来 你穿着西班牙的衣服 最近在西班牙买的 对对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在旅行当中 怎么样来修复关系 然后怎么样来看清楚一段关系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讲过就是 你到底有没有吵架 不过你刚来的时候 还没有吃东西 对不对 好可怜喔 你真的超可怜的 你真的超可怜 不过我刚刚有帮你问了一下下 因为你没吃东西 对对 你知道我们的客户有多爱你 真的 对我们昨天其实有直播嘛 然后就直播这个翠鱼鸡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小玉律师明天要来 我说对 他说你可以帮我留两包给他吗 你还没吃完 你把它喝一喝 你把它撕开就这样喝 我这包也留给你 你就把它撕开 那你现在三分钟都你讲话 因为我现在要用喝的 我刚刚就把它撕开 是不是很好撕 你随时就攜带 我是喝冷的啦 可是今天天气有点凉 我就帮你温了一下 对对 好你自己讲话吧 对我就自己讲话吧 就是我有去过 你就这样喝 对对对好优雅 你这样很不太优雅 我都这样击击击击击击 只有你这样喝 不是吗 你不是撕开了 不是就这样 他喝的方式跟人家很不一样 废容你也是这样的 我是用这样吸吸吸吸吸 然后你是这样喝啊 对不对 是不是超好喝的 很好喝 对 我觉得它很鲜 对很鲜美 而且我跟你讲一点腥味都没有 因为昨天还有人说 因为昨天还有人说 昨天很多人问我说有没有腥味 然后又要试喝 这没办法 好啦小玉帮你试 这包也送给你 你看我对你多好 然后登登登登 我还有这个 哇可力路欸 是不是我们上次去吃的那一家 不是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是吧 你要喝干净啊 有啊我喝干净啦 好喝好喝 你看我们的客户对你都好 因为我们昨天刚做完直播嘛 哇 然后就剩下几包 没有吃饭然后喝这个就觉得 你这样营养就够了啦 对啊 好好好你自己要订购啊 我没有办法长期支持你啊 好好好这个我来订购 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到昨天还在跟费用赌 说你去西班牙是跟你老公还是跟朋友 我赌输了 我怎么可能跟朋友 我输了 我输了 对对对 可是大部分人到中年以后 说实在的 其实不太喜欢跟另外一半去旅游 哦 因为我平常工作很忙 那我觉得我自己都很长期疏忽自己老公 因为他的睡眠时间都比较长 他也疏忽你啊 没有 因为主要是他我的工作下班的时候 他就快要睡觉了 因为我回去可能maybe九点十点 嗯 那他就是十点就睡觉的人 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太阳跟月亮的生活作息的颠倒 嗯 所以出国等于 就能够出国一起出国是很重要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啊 嗯 出去旅游啦 那你们出去旅游的话 我知道你好像跟团啊 我跟团啊 对 我向来跟团啊 真的啊 因为你跟处女座人在一起 你一定要有个想法 就是减少沟通的事 哈哈哈哈 因为处女座人都是那种规划型 然后接受变数的能耐 嗯 没有我们天平座这么高啦 嗯 对 你在讲暗指另外一半嘛 对 那跟团我会想到一个尴尬点欸 那全团都认识你吧 他们 我跟你讲 我跟团的话 去欧洲团的 你们有多少人 26个人 很多欸 对 但是我觉得去欧洲团的人 通常就是 比较 我觉得都会比较有sense 就是不会去打扰人 哦 对 他们即便认出来也会私底下 欸你是赖律师吗 我说我是 他说我不会跟别人讲 然后就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讲 同一句话 就每一个人根本都认识 没有每个人啦 就是有一些 可能比较长期是节目的 可能孕分的听众啊 什么就会比较知道 对 那被认出来有好处啊 可以帮你拍照 看你拍的几张照片都很美 我觉得很不像是老公视角 是老公视角 是老公视角 我没有给别人拍耶 真的啊 那你们没有夫妻合照吗 有夫妻合照 但是 那怎么办 那还不是人家帮你拍 就只有导游拍那一张两张 导游拍 对对那后来我们都是自拍 自拍我没有带自拍棒啦 我们就觉得好玩就这样自拍啊 就有点好笑 因为有上年纪的老新人老太太自拍 其实挺好笑的 是真的好笑耶 不过他帮你拍得很好 我不得不这样说 他很可爱 我就觉得他拍照 他以前没有 但是我觉得后来我跟他去旅游的时候 他就会很喜欢这样东拍西拍 对所以我的所有照片脸书上 有那个好有一个跟我们同团 他说那是你的那个脸书上的照片都很好看 然后我老公马上讲这都是我拍的 哎呀 他就先开始讲老公视角 他也知道我可能喜欢怎么样 有一张是你坐在那个街边有一个长椅子 然后他从你的几乎像背后这样拍过来 那一张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很悠闲 很悠闲 对对对 他有把那个氛围拍出来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你在吃那个冰淇淋 因为我没有去过西班牙 我去过葡萄牙 所以很近嘛 那葡萄牙他吃的那个冰淇淋也像个花瓣一样 也是天使嘛 天使他叫Mauri Maurio还是什么 他听说是那个冠军了 就是说圣家堂旁边 听说对面有一个 那时候我看时尚玩家 对面有一个一家冰淇淋店 那那个是必吃而且必排的一个很红的一个冰淇淋店 可是我去吃那家是其实是在在哪里 不不在圣家堂 但是也是在我有点忘记在哪里 但是他那家 你就是我觉得他你只要拿那个有cup 就是有那个杯子的 他就会用成花瓣 你知道光这样子 光就好少女啊 不是你就开心了 所以我给你讲他冰淇淋你脸也是笑的 对啦对啦对啦 对讲他冰淇淋就是你在累你都开始笑了 所以你看食物多么有疗愈性 真的很疗愈 你待会就可以吃这个了 你再忍一下 我们在30秒就会进广告 你就可以吃你的可丽露 我觉得你待会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当然跟团有跟团的好处啦 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 因为你就要团进团出嘛 然后你就要有个纪律的一个旅行方式嘛 你又是一个散漫的人 我觉得 我是很散漫 你又旺东旺西 我是一个生活白痴 对你又生活白痴 有没有什么样的记忆点或好笑点或吵架点 待会分享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直播是吃播嘛 真的好吃啊 你现在营养素就够了 那你去那边当然就刚有 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有稍微小聊一下 不过在旅游当中啦 因为我怕有很多人其实没有看直播 在旅游当中 你觉得像你这样的一个散漫 然后一个望东望西的 但是你说团体嘛 要有一个纪律型的话 你觉得有跟团的好处跟不好的地方啦 好我先讲啦 为什么我会觉得跟团 因为我觉得是夫妻了 这是第一个 除非你们本来就是很擅长 自由行的 第二个就是你们沟通平常都很好的 就是说 我觉得关系里面降低沟通 就是简单沟通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出去玩好 简单沟通 对 因为你知道 你就是要简单 你不要去管这个人好跟不好玩 就是说 至少沟通东西你要简单 对 所以然后降低你的沟通范围跟次数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出去玩是很重要 除非你很好玩 像我下一份 我说这个也吃 这也可以吃 对 你不吃的可以给我吃 对之类的 就是类似说 这人很好玩 就是很好当玩伴的人 那也就好了 可是夫妻不太是 是啊 因为我先生本来就不是玩伴 就是他不是玩伴 他是床伴 唉 这个人 上了年纪就阿姿妈了 阿姿妈 就是什么话都能讲 好 然后 所以我觉得 跟团有一件事是降低了 我觉得沟通 可以简单沟通 我觉得简单沟通 你这句话 我觉得很有感 因为我觉得夫妻当中 说实在你去旅游 多说就会多错 是是 对 多说会多错 然后 那每个人在做选择 跟做判断 跟做决定的时候 他本来就会有自己的习惯 对 譬如说 你举例要去哪个地方 这样 我从行李开始讲好 好 譬如说行李箱好了 我举例 之前我们去 在疫情之前 我们是去瑞士 那去瑞士 你知道到阿尔卑斯山上 跟在山底下的温差有多少 上面是下雪 然后在 瑞士是你去年吧 哪有 那疫情哪里 2018年 之前 2019到意大利 2018到瑞士 那时候我先生 因为我先生是那种爬百月行的人 那你就知道他是极简生活的人 那他在极简生活的时候 所以他的 对他们两个人用一个箱子 中型的箱子 所以连导游都觉得很意外 那所以我说 在准备什么东西可以带 跟什么不可以带的时候 我的先生一定会跟我意见不一样 因为你女性 其实会有一个 对于生活需求上的焦虑感 对 我怕我这个没带 那个没带的 那个其实很不方便 尤其你到 你到欧洲去 你要买东西 他不是 不像我们的Seven 超商一堆 随时可以 有一些生活配备都有 他是一个不太容易取得你的生活所需的地方 我觉得他生活技能 我自己觉得到国外去 他就是不方便 如果在日本我也觉得OK 但是在欧洲西方国家 我觉得有点困难 所以我觉得在准备行李上面的时候 譬如说我先生这次又说一个行李箱 那你知道吗 我这时候心理是在想 一个行李箱应该真的不太够 真的不太够 而且凉了嘛 欧洲天气也凉了一点 主要是我那个又凉 他温差真的大 他温差有10度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其实焦虑是什么 我是疫情后刚出门 那你是不是很担心 你万一染病了怎么办 你会这样担心啊 我最高焦虑是这个 因为你外面你在旅游 你14天的旅游 你看那个蕾蕾 蕾蕾是不是 插管 对 他扁桃腺发炎插管 有趣 我后来上次也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是刘萱还是什么 我听到他Podcast 他也是全家去玩 结果就有人确诊 所以你知道齁 出国前 你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高度焦虑 第二个欧洲的医疗一定不会像你台湾的便宜 那个那么方便嘛 然后所以你而且你会拖到团体的活动 所以你的生病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不是只有你老公的困扰 是包括很多人都可能会困扰 尤其林队应该最困扰 所以呢我就发现说 所以我那时候高度焦虑的是 我一定要要被购 所以我就去买清官一号 啊 对 而且粉赚 然后我又看到Lulu呢 听说中药会被酬摘 我跟你讲齁 你是很焦虑耶 是啊 我对身体健康是有焦虑的人 然后也很怕身体健康影响别人 这是事实 对啦对啦 所以呢换句话说 那OK 行李一箱跟两箱的差异性在哪 就有人拿一箱嘛 我不是要被动 我是怕他掉了 行李掉了 因为我有个朋友叫徐晓曦 他去欧洲两次都掉行李 然后或者是十天之后 那个行李箱才回来 你知道那个 有时候行李箱转运的过程 就很容易失去 那你失去 我其实没关系 问题是我没办法做 我没办法生活啊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药物 这件事对我来讲 那个就是必需品的东西 不是奢侈品 也不是那个 就是必需品的东西 如果行李掉的话 那对我来讲是困扰 因此在出国之前呢 我对于这个焦虑就是要去备药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 说我需要两个行李箱 因为他会掉 那有没有吵架 没有啦 这件事没有吵架 所以别的室友吵架了 别的事情就是我的漫游出了问题 但是呢 他意外的让我捡到了更多的旅游的乐趣 好 你的漫游就是在台湾开的吧 你也不会去买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WiFi机什么的吧 不会吧 好 这也就来了 以前的旅行社呢 可能还有颇有资历 因为在疫情前 那他现在疫情之之后 我决定要先偷吃一个 你慢慢讲吧 可是我今天的聊天很适合大家 现在喝咖啡吃蛋糕耶 因为这个下午茶时间 第二个我讲的是生活旅游 对而且我们很喜欢听耶 因为之前我们也找一个名利来讲 然后在那个日本 然后那个把他老公把手机搞掉的事情 对我觉得大家也有共鸣共感 你知道吗 手机掉了所以就跟我漫游没有 是有关 对对对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平常看你们都是很精明能干的 对不对 然后原来你们在很多生活方面 其实也蛮白痴的 也蛮固执的 没有我跟你讲 生活专业人士生活都白痴 我跟你讲 我的经验当中 所有的专业人士生活都很白痴 真的 我也是啊 我不会去买什么WiFi机 每次理秀员都会骂我 然后这么简单的方式 你不能够省 你不能够省一点钱吗 你其实花的地方地方不好吗 买WiFi 亲爱的你可以这样做的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买WiFi机啊 对比较便宜啊 开漫游比较贵啊 多少钱 我不知道 所以看来你也没买啊 但他会啊 那你出国带什么 我就直接开国际漫游啊 就是中华电信 对就中华电信啊 给中华电信赚啊 然后就跟他买漫游 对对就好啦 你就开几天的嘛 对你看费用也被给我喊很贵很贵 很贵啊 很贵啊 简单啊 那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你知道我的同事们都是年轻人 那我也想学年轻人的样子啊 那么我就问他们说 诶请问你们出国都用什么 他们是用eSIM 你有没有听过 没 OK你没听过对不对 好 eSIM呢 他是现在刚开发 我不知道开发几年啦 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再下载他的APP 然后呢就跟他买网路卡 那网路卡叫eSIM 就是不是实体的SIM 他就是一个网路上的eSIM 对 你就是对不对 好 有人知道了啦 我们还不知道啦 年轻人我告诉你家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让我们吃一下可力路嘛 谢谢 好这里算了 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就是我们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大家非常喜欢的赖方玉小玉律师 请在词已关险